116 《頭條日報》 書展急急下架警方調查同聲社爭 2015年7月18日要問P01頭條年僅6歲 已成為廣告總移的同聲楊凱迎試練 今年書展推出遠赴韓國取景的社掙扎同盟時光 但部分照片令人感到意識不良 野來猛力評擊 通訊辦收到130多宗投訴 防止虐待兒童會逆指相片令人不安 《寫珍集》出版商Popcorn Publishing 作午在書展張《寫珍集》下架 其後更與攝影師Ronald Lam發道歉聲明 警方昨晚證實已介介入調查 今年書展有多位女星推出寫珍 但以同聲楊凱迎的同盟時光最受關注 楊的《寫珍集》在書展兩個攤位出售 每本售價118元 由於楊凱迎近年在廣告界大受歡迎 不少人都會專程購買 但有讀者發現寫珍集內出現一些 令人有不雅感覺的圖片 網上隨即出現斥責聲音 而且愈演愈列 下午簽名會突叫停由於事件不斷擴大 出版社員定作午一時半在書展會場 為楊凱迎舉辦簽名會 舉行前半小時突然宣布取消 至下午三時 兩個售賣同盟時光寫珍集的攤位 同時宣布即時下架 宣傳海報則未有拆除 現場所見 寫珍集被抽起前已用膠袋包裝 其中一個攤位的書箱將同盟時光放於一眾靚毛的寫珍旁邊 其間不少市民著足觀看 另一書箱擱將寫珍與漫畫書一同擺放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何愛珠認為 有關書值下架是好事 建議不應再讓相片流傳 六歲兒童已經懂得很多 可能會因有人講述事件而令他不開心 他指 家長作為監護人有權於出版前查看相片 家長今次可能沒有意識要看 截至下午五時半 通訊辦公收到131宗有關同盟時光一書的投訴 主要指該書含有任是及不雅畫而同色情的內容 出版社攝影師道歉群情洶湧下 出版商和相關攝影師作晚發出自協聲明 今次Celine 的相片雜事經由本公司邀請 Celine及其家人在義務的情況下參與拍攝 攝影師原意指想捕捉Celine生活的每個國度 而去拍攝今次的相片雜 由於製作過程緊密 在相片雜出版前 未能與Celine及其家人確認相片雜的內容下 推出相片雜 對Celine及其家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本公司深感抱怯 故此決定把相片雜下架 攝影師Ronald林曾拍視周秀拿寫真 警方發言人表示 昨日接獲相關部門的轉介及市民投訴 只懷疑有關刊物內容涉及兒童的不當照片 以較有秀貿平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並強調根據法例 任何人印刷、製作或發佈兒童詩情物品 一經定罪 最高可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8年 管有亦可處罰款100萬及監禁5年 請問一下 何時的關鍵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